中共解放军在昨天对台湾实施军事演习 央视随即在微博发布了亮剑图卡 称台独是死路一条 敏感时刻部分台湾艺人也表态 其中欧阳娜娜开第一枪转发 接着张韶涵 明道等艺人也陆续的表态挺中 对此文化部长李远透露 他蛮难过的 这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不得已的呢 也强调文化部向来尊重台湾艺人到对岸发展 更表示在台湾并不会要求艺人表达忠诚 把幸福延续给大家 艺人明道周末才在台湾出席好友肖敬腾的世纪婚礼 没想到隔天中共解放军队台湾进行联合军演时 明道马上转发央视新闻亮剑图卡 表态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而开出第一枪的台湾艺人其实是他 演艺事业重心权在中国的欧阳娜娜 毫无忌讳抢头相对军演表态 而且姐妹齐心 妹妹欧阳弟弟后来也跟进 另外还有林瑞阳张婷夫妻党 张韶涵陈楚和文琦等等 共九位台湾艺人都转发亮剑图 支持祖国统一 对此文化部长李远坦言很难过 我觉得蛮难过 我们文化部一直有一个原则 就是通常对于所有的台湾艺人 去中国大陆 我是保持尊重 对于台湾艺人在敏感时刻 表态挺中充满无奈 而有女版黄安之称的刘乐妍 更趁机分享她两年前录制的歌曲 表示是时候要坐着航空母舰回台湾了 而九令蔡依林今年演唱会时曾大喊 这句我们中国南昌也引起争议 被问到相关议题时 我想请问九令就是两岸关系紧张 有感受到吗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 看到台湾土生土长的明星艺人 公开挺中 恐怕已让不少台湾粉丝心碎脱粉 接着综合报道